有人看到那些谈论吗 其拉蕊招牌笑声再出容 因为美选第一场辩论超过六成民众 认为她赢得漂亮 不只让她自信心破表 也激励美股大涨一百多点 打破卡特和雷根80年代辩论 八千万人收看的旧记录 这场辩论吸引全美国 近八千一百万人次收看 创下美选史上最高收视 但是这场辩论也让川普陷入苦战 其拉蕊讲的是1996年的 环球小姐冠军马查朵 今年39岁的她出面证实 却有此事 川普过去受访时也曾经说六嘴 过去的烂摊子 川普还要想办法收拾 但光是她在辩论中 狂吸鼻子的表现 就被肢体语言专家分析 要不是真的感冒了 要不就是没自信 不过川普否认到底 辩论后两个人还在隔空叫嚣 不过美选史上也曾有过 像是欧巴马首选辩论表现不佳 最后慎选的例子 希拉蕊虽然打赢第一仗 接下来仍然不能掉以轻心 记者林佳玄报道 请不吝点赢